欧天晴 清醒了吗 欧天晴我漏水了 快来救我 童谧你给我清醒点 天晴 我们的孩子没有 你把宝宝还给我 那可是我们的宝宝 童谧说孩子是你的 可是时间又对不上 这就奇怪了 后来仔细想了一下 那段时间 我好像确实回去了一趟 不过喝多了 发生了什么想不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孩子 真有可能是你的 听说今天男二号就进组了 你猜会是谁啊 应该是个大牌 不然怎么能是男二号 你说会不会是欧天晴啊 欧天晴 你说什么 很热 不可能 绝对不会是他 欧阳弟 我们就要拍山尔光的戏了 你觉得是要借位拍呢 还是 真打 其实我觉得多罗这个人设呢 应该是非常激动的 他怎么可能忍受自己不爱的人 去伤害自己的家庭呢 所以假打的话 那就太不专业了 欧影帝 你这么专业的人 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 那一会儿 我要是打疼了欧影帝 欧影帝不会生我气吧 不会 来路 三二一 开始 三二一 开始 好 卡 怎么可以真打呀 你台词呢 你干什么呢 不好意思啊导演 我忘了 重新来 好来再来 三二一 开始 永安 我们已经今世不同往日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你 来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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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停停停 欧影帝实在对不起 这也是剧情需要 实在抱歉 下手有点重了 土木 你倒是轻点啊 这 不碍事 你也是为了养好戏 多谢我影帝不跟我一般见识 不愧是专业的影帝呀 等我做了几成人呢 我一定把你风风光光的接回拳家 公布你的身份 把你捧红 跟你对我最好 听说某人吃兴奋剂被抓了呀 你忘了她是怎么对你的了吗 啊 你忘了你躺在手术台上有多疼了吗 你不是早就跟她断了吗 欧天晴 如果你想报复的话 你就找我 为什么不放过她 她吃兴奋剂被查跟我有什么关系 一定是你搞的鬼 之前你就说过 你要让她身败名利 欧天晴 你就这么喜欢践踏别人的尊严吗 说完了吗 说完我先走了 天晴 求你了 你放过她吧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让我放过她可以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她对你这事重要吗 是 你可以为她放弃一切是吗 是 好 非常好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带到我们家 怎么可以让你为她放弃一切 你说呀 因为 你怎么来了 天晴 我刚刚看到你来到桐墨的房间 特意给你送点药过来 哦 没事 桐墨 你就不用向我道歉了 毕竟这是在剧组里经常发生的事 不要有压力 好好演 再见 再见 这药 谢谢啊 都这样了你还跟我开玩笑 这不是很久没间了吗 嗯 我哥出事了 嗯 哎呀 没事 有我呢 放心 也不开心啊 你出去喝点 嗯 走了 走 进来 什么事 你让我调查的全益森兮奋剂事件 已经查到了 三年前你离开我的时候 你说你爱上了别人 你爱上了谁 全益森对不对 那他到底是不是服用了兴奋剂 他还真是被冤枉的 乒乓球队管控向来严格 就这项运动而言 那兴奋剂对比赛结果影响不大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他的队友给他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你确定吗 确定 娄少 你看这件事咱们需不需要 不需要 出去 冒冒 哥已经没事了 放心吧 喂 南宫爷 谢谢你啊 我哥他没事了 老欧 天秦在家呢 你爸你妈呢 全叔您来了 我爸我妈出去逛街了 我寻思吃点饭呢 这不我家那小侄女吗 侄 侄女 童谋嘛 演戏那个 他怎么会是您侄女呢 全一森你知道吧 打乒乓球的那个 我知道 全一森这孩子是我大哥私生子 他有个双胞胎妹妹 就是头目 那 我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这孩子小时候不懂事 败坏了家风 被逐出了家门 说 我先走了 公司有点事 八月秋雾的阳光 都美丽 遥远 别爱你 白零 无独的 你怎么五音不全啊你 来来来 来我们干一杯 你老公来了 我老公 你看你这些东西都在 我没卖 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全一森是你新哥哥 你二叔都告诉我了 我和我哥 都是我爸的私生子 所以就 对不起 那你晚上带我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火锅怎么样 带我吃火锅 碍死你了 我手机没有带 我去拿一下手机 好 妈 妈听说你拍戏受伤了 你快过来让妈看看 快点 妈没事就有点小伤 我看看伤哪了 妈 真不用真不用 就一点小伤 你这孩子还害羞了 还有个事妈得跟你说 你说你 你老大不小了 你跟雨飞的事 也别拖着了 我 最近 太忙了 别总拿忙当借口 一顿饭的时间还是有的 好好好 我安排时间 这就对了 那妈就先走了 妈 你慢点啊 嬷嬷 嬷嬷 嗨 我是小嬷嬷呀 你别只顾着玩手机了 这次代言 一定要签下来不可 虽然这是你第一次做代言 但一定要重视起来 重视重视 咱们这个代言 多少钱 你是新人 虽然你现在人气爆棚 但是我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我只要了个中规中矩的价格 八十万 八十万 没事慢慢来 别着急 等你以后系上映了 价格自然就提上来了 放心吧 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还是很喜欢你 这面试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 是啊 让我们来这么早 也不知道有多少个艺人竞争啊 邱小姐 您来了 可算把你判断了 张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权小姐 今天只走过场而已 竞小姐 张总好 这公司的人可是什么人都能用啊 是啊 张总 咱们公司还真是 什么样的明星都敢用啊 张总 我先过去了 里边请 既然请了全语飞 干嘛让咱们白跑一趟啊 真是的 这不折腾人吗 我劝大家还是别等了 莫莫 要不我们也走吧 为什么 就是因为她在 所以别人都没戏了 我是想莫莫 你会娱乐圈也很多年了 这公司明了就是走个过场 就是为了全语飞陪跑的 用全语飞 还有咱们什么事啊 我不走 她在这儿 我就更不应该走 你想啊 全语飞虽然比我们有名气 但是 她出场费也高 而且她的气质 和这款游戏根本不大 童墨 听说 你最近拍火鸟拍得还挺忙的呀 何必把时间浪费在这儿呢 说得就好像 这代言就是你的了 难不成会是你吗 只要赵总眼睛没瞎 肯定是我们与飞啊 话可别说那么满 万一打了脸 那可就不好看了 那个几位 我们最终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赵总选择的是 其实宣布宣布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大家都知道结果了 实在抱歉 我们赵总选择的是 童墨小姐 刚才不差胸有成竹的吗 什么宣布宣布无所谓 我明天就要回家了 你开不开心 欧少 这是今天的会议安排 你看一下 哦 这以后晚上五点之后的会议 就安排在工作时间之内吧 啊 啊什么啊 我也是人啊 我也得休息啊 啊 你安排吧 是 我马上重新安排 哦 欧少 我说彪哥 我这昨天刚回来 不能让我歇一会儿 我的小嬷嬷 你现在都火了 你知不知道 好几个真人秀节目邀请你呢 另外还有几个代言找上门来 你赶快过来找我 我们要好好选一选哦 哦 好好好我知道了 拜拜 睦睦 这是我寄到的所有代言广告 马桶刷 蟑螂药 臭豆腐 彪哥 这东西啥代言啊 你看人家哪个女明星 不是代言的包包衣服 那就是香水什么的 这是新的电视节目 做任务迎接挑战之类的 比较符合你的性格 这节目设置倒是不错的 给多少钱 他们想邀请你 做成祝嘉宾 其他艺人咖位较大 要花不少的钱 相信你这个物美价廉的 打包价 十二期 二百四十万 但是我怎么听说 人家明星一期就给一百万呢 这不是你咖位还没到吗 他们说了 如果收视率高 收益效果好的话 他们也给你加钱 嗯 那就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用解释了 不用解释了 我觉得离不离婚也不重要 正好我也想离婚 也省得麻烦了 头目 既然我们已经不是 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了 我觉得你之前做的那些事情 你应该对我有些赔偿 你应该对我有些赔偿 我想好了会告诉你 嬷嬷 你就不能听我解释一下吗 既然我们已经不是 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了 我觉得你之前做的那些事情 你应该对我有些赔偿 我想好了会告诉你 嬷嬷 你就不能听我解释一下吗 我已经算好了 七十四万 现金还是 我说小嬷嬷 都这么晚了 你是怎么打算的呀 我不管 你是我经纪人 你给我找个地方住 欧天晴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是 你这是私闯民宅 我可以报警抓你的 我现在郑重地通知你 我们已经银器两清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银器两清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我们合同上面写着的 你要为公司赚三千万 怎么 三千万还完了吗 好你个欧天晴 算你狠 你要是还不上的话 我倒是不建议其他的还债方式 什么方式 你走的时候不是管我要了七十四万吗 这种还借方式 我同意 行 好 你等着 你走不走 童木 你把这脏东西给我拿开 还不走是吧 我呢 找了半天就这个东西最配你 童木 你不能听我解释一下吗 解释 你走不走 滚 彪哥 这个剧本能给多少片酬啊 我们就谈这个 我觉得童木小姐你非常适合我们的角色 如果没有意义咱们就签合同吧 其他的没什么 片酬我不满意 那童木小姐你觉得你要多少片酬合适呢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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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认识 我 我 其他 真的 我 等一下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